之前電玩家蘇佩特派小組到美國一三展上採訪了《榮耀戰婚》 這次德國電玩展Gamescom上 也特別公布了最新的單人劇情模式還有冰種影片喔 哇 看著那麼帥氣的微驚人 我也好想玩玩看喔 可是還要等到明年的情人節 好久喔 日本武士 微驚人 歐洲騎士 三個種族的大混戰 沒錯 這就是明年2月情人節即將推出的《榮耀戰魂》 在德國的Gamescom又釋出了最新的劇情與冰種介紹影片囉 本次 Ubisoft 介紹了微驚人的單人故事 由於為了爭奪資源 玩家扮演的微驚勇士 沉船襲擊日本的島嶼 玩家要一步步按照戰略突破日本的城池防禦 除了刺激的攻城戰 《榮耀戰魂》的三種戰士也各有四個冰種 有速度迅捷的刺客 緩慢但一級致命的重衛 還有注重平衡的先鋒 最後是適合高階玩家選擇的《混合鬥士》 《榮耀戰魂》可以線上對戰 也支援單機分割螢幕多人遊玩 為了不要輸給朋友 快在遊戲上市前就研究好最適合自己的戰士 搶得先機吧